外汇投资是根据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同 通过买入买出获取差价收益的一种投资形式 傅小红是中国银行业务分行营业部的副主任 他每天工作的重点就是收集外汇信息 他告诉记者 这两年随着外汇市场的放开 很多普通市民开始选择他作为投资的方式 就是试着去尝试一下怎么去做外汇买卖 然后去赚取一定的收益和差价 外汇和股市投资有所不同 外汇市场主要是通过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等 多国币种之间汇率差额来获取收益 没有修饰的时候 这对有闲钱和时间的人比较合适 前提你必须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而且你对市场的走势什么的 你要有准确的把握 对国际形势要有准确的把握 然后它就是跟汇率的影响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傅晓红表示 外汇投资可能收益会来得比较快 但是投资风险也比较大 入市需谨慎 最好进行一些专业的培训 多补充些知识 采访中 记者遇到了来义乌进行交流的 新加坡知名外汇操盘手黄志明 现在优炒外汇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 黄志明提醒投资者 炒外汇千万不能急功近利 盲目跟风 平反操作 一旦操作不好 不赚反馈了 如果你用赌的概念的话 我就觉得说是不大健康也不大好 因为赌嘛 足以一句话是说 十赌九输嘛 如果是用投资的概念 就一定要有策略 所以策略 如果你有一个正式的策略的话 那么我觉得说 应该是蛮安全的